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很担心未来我们旅游人士 商务人士一旦进入大陆地区 受到这种蛮横的国家 他们不尊重基本人权的这个理念 实际上非常担忧 人来人往的景点上 法轮功学员顶着烈日 耐心向台湾民众解说 希望在十万营救签名函送入总统府后 持续凝聚更多民意力量 让中鼎帮早日归来 如果单纯是探亲或者是旅行被抓起来的话 他真的会觉得还蛮委屈的 就是说如果能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国人知道 然后真的可以帮助到他的话 我觉得说这个方法是可以的 可以就是让支持这样子 我们要站出来支持他 会签名 因为觉得就是也是对啊 也是救人 也是帮助别人 这小事一件 就希望他们能够放他们回来啊 从政府方面去着手 跟他们沟通 看要怎么处理这件事 这样比较有实际的效应嘛 两岸下礼拜要召开江城会 30多个民间团体已经组成营救行动大队 强调中鼎帮没回家 陈云林不用来 之前也有多位桃园县议员出面声援 我们的政府应该要展现这个强有力的营救行动 我相信不要让我们的人民在中国遭受非法 得不到保障 反而到他的子女到向国外来求助 呼吁我们是民主国家的马总统 他能够呢 正心正念 爱国家 爱人民的心情 来向中国 向大陆那边 拯救我们的中鼎帮同修 钟爱在脸书上感谢海内外各界发起的营救行动 父亲赴大陆谋难 让钟爱对正义两个字有更深的体会 再过几天就是父亲节 钟爱说他不会放弃营救父亲 继续挺身反迫害 找回社会正义的声音 新唐人亚特电视 台湾苗栗桃编报导 感谢观看